慈悲的领悟 阿维酷爱捉鱼 前几天,他捕捉到了一条长约一米左右的野生鸟鱼 这么大的鸟鱼,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只鸟鱼真的好大哦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鸟鱼 阿维,这么大的鸟鱼你是怎么抓到的 抓这条鸟鱼可是真的不容易 它在水里的力气可大着呢 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它给抓了上来 阿维,我看你还是把这条鸟鱼给放生了吧 放生?为什么呀 就是嘛,张奶奶,这么大的鸟鱼实在罕见 好不容易抓到了,干嘛要再放掉啊 就是因为罕见才要放生 这条鸟鱼长这么大,不知活了多久 这种鱼是有灵性的 哪能随意捕捉 难道我还会因此遭到报应不成 张奶奶,我可是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的 先不说因果报应 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总是要有的 阿维,放了这条鸟鱼吧 这可不能的 我费了那么大劲才把它抓住 要我放掉它,门都没有 唉 阿维将这条大鸟鱼养在了水缸里 然而几天后,她母亲突然心脏病发 却情况非常危急 于是急忙送到了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妈,你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我的伤口还是很痛啊 而且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妈已经在医院住了快一个月了 可是,却还是只能躺在床上 我不用力扶她,她都起不来 也下不了床 怎么会这样啊 人刚动过手术自然会元气大伤 这时候得赶快做一些滋补的东西 给她补补身体 这阵子,我每天都做一些我妈爱吃的菜给她 可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呀 年轻人,你听我的 回家煮点点鱼汤给你妈喝 那东西不但补身体 而且对伤口的愈合很有效呢 对了 我们家不是就有一条一米长的大鸾鱼吗 一米长的鸾鱼 那么大啊 那可真是好东西啊 非常有营养的 阿伟,这段时间光忙着照顾你妈 是不是都忘了喂那条鱼了 不知道它是不是还活着 我回去看一看 要是还活着的话我就把它给炖了 妈妈补补身体 嗯,好啊 阿伟回到家后 发现水缸里的那条大鸾鱼还活着 于是便将其捞出来扔进了一个大盆里 怎样才能把它给杀了呢 对了,让它自己死掉好了 嘿嘿,我这主意真不错 不用亲自动手 在没水没空气的情况下 结束它的生命 好了,我准备佐料去了 快要两个小时了 它应该已经死掉了吧 哎呀,这家伙的生命力可真强啊 看来不亲手杀它是不行了 就这样 阿伟和大鸾鱼进行了打鱼反抗的斗争 它打了足足有十分钟才将其彻底打死 而那条鱼在最后那一刻 头抬得很高 并瞪着仇恨的眼睛望着阿伟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终于把它给干掉了 时间不早了 得赶紧把鱼汤煮好 这样妈妈晚上就能喝到汤了 妈,碾鱼汤做好了 你赶快趁热喝吧 嗯,这味道可真鲜甜啊 妈,你喜欢的话就多喝点 那条鱼很大呢 还剩下很多 我都冰在冰箱里了 明天我再继续煮来给你喝 宰杀了那条大鸾鱼后的一个月 阿伟就感觉到每天头昏脑胀的 白天头痛,晚上失眠 而且记忆力也明显减退 阿伟 你的脸色看起来真的很差 我看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也好,再这样下去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要垮掉了 我和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吧 您在家照顾妈吧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阿伟,你要去哪里啊 阿伟,你的脸真是怎么回事 怎么看起来黑乎乎的 就像干了张黑皮似的 是啊,这几天我感觉很不舒服 现在正要去医院看医生呢 阿伟,我看你这病应该从因果上找找原因 不如你先去寺庙里看看吧 寺院是出家人待的地方 他们只会念佛,哪里会治病 我还是去医院好了 张奶奶,你说阿伟的病应该从因果上找原因 那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就没有觉得阿伟的脸色像什么吗 像什么呀 我感觉像是张黑皮盖在她的脸上 没错,就像碾鱼的皮一样不是吗 哎呀,您这么一说,还真的很像耶 难道是阿伟杀了那条大碾鱼 所以遭到了因果报应 我想是的,希望她能够早日醒悟过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来到医院的阿伟,在医生的治疗下 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病情越来越严重 最后只能住院治疗 医生,我儿子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啊 他的病情非常罕切 我看你们还是转到大医院 帮他进行全面的检查吧 在这里我们只能对他进行保守治疗 就像现在这样 只能靠安眠药让他暂时睡下 不要啊,不要啊 阿伟,你怎么了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那条大碾鱼在向我锁命 爸,我是不是真的遭到果报了 这几天,戈壁的张奶奶一直劝我 将你送到寺院里去 她说,只有那里才能救你 爸,要不我们就去寺院试一下吧 我真的受不了了 好吧,那我们就去寺院试试看吧 阿伟来到寺院后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这里的人见了地上的蚂蚁都绕着走 不去伤害 这让初来乍到的阿伟感到非常不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伟看了一些经书 因果报应的光碟后 才慢慢明白其中的道理 阿伟,你来这里住了已经有近一个月了 这段时间你有什么感悟 师父,这段时间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 不光是我们人类有生命 动物也有生命 它们也如同我们人类一样 需要呼吸,需要精心呵护 没错,还有呢 你还领悟到了些什么 来到这里后 我了解了因果报应 懂得不该残害生灵 我伤害的那条碾鱼 也和我们一样 有幸投胎到世间 我们要像爱护人类一样地爱他们 而不是为了口腹之欲 残忍地伤害他们 虽然当时我只想到尽孝 但现在我知道了 我那样做并不是在尽孝 而是在作恶 师父,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对不起那条碾鱼 嗯,明白就好 阿伟,你现在醒悟为时还不晚 从今往后你只要潜心忏悔 多多行善 便能从恶业中解脱出来 师父,我会的 从那以后 阿伟便开始忏悔 听时善业道经 念愣言咒 小心翼翼善待身边 每一个有生命的众生 并把听经 持咒 放生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那条碾鱼 和有缘众生 希望能早日化解 和他们之间的冤业 余菩萨,对不起 我真的很惭愧 我没想到当初的鲁莽行为 竟然害你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 对不起 真的太对不起您了 哎呀,这是什么东西 哎呀,这不是那条 我亲手杀死的大碾鱼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阿伟 你杀害的那条碾鱼 已经原谅你了 你看现在你的脸色好多了 师父 我最近也感觉身体舒服了许多 晚上也睡得比较安稳 伏法真的太神奇了 从那以后 阿伟更加虔诚地学佛行善 如今 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 现在的阿伟 不但自己学佛放生 还经常将自己的故事 说给他人听 规劝大家一起戒杀行善 我经历了这些事情 后才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杀生的果报 如果当初我没有接触到佛法 那也不会有今天 杀生的果报真的很重 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经历 讲给你听 希望你能明白因果报应的道理 原来是这样啊 这些年我卖鱼为生 不知道宰杀了多少条鱼 所以才落得今天这地步 多亏了你让我及时醒悟 从今天起我也要跟你一样 学佛放生 只求我身上的罪业能够早日消除 好啊 那我们一起努力 爱护世上所有的生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上次